如果能够成功播出 我们就说 这个后疫情时代 那又是一个新的名词 也是赶上特别的 讲历史环境 这个时候 才能出现 那么后 就在这之后 会出现什么呢 整个一个时代的效应 说着有点大 实际上 从阶段性的历史来看 确实是 一个大事 也就是说 这个疫情对人类 对我们整个的 甚至地球 大部分地方都很有影响 我们主要说两个方面 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健康 疫情是伴着健康而来的 我们自以为 现在的科学 很高明 就是近一百年的西方暴力医学 因为很现代化科技 了不起 改变了人类 怎么怎么样 确实社会变化很大 但人还是那个 你一个人 一辈子吃几两饭 对什么感兴趣 大差不差的 总还是更多的跟人和常用的 这些东西打交道 不过就那些事 那么这个健康 自古 瘟疫 潮潮有 代代有 我们指的是 大概起码 几十年 百年 大小的会有 就像我们说地震 也不是常有那种大的地震 但小的总是不断 那人看来就没有怎么 太大的反应 当大的 好久没有小的 或者有特殊情况下 等到这个大的突然一来 就受不了 就感觉莫名其妙 怎么搞的 不知道 最后也不反省 所以这个词 还是很重要 现在 谈 感冒 健康 色变 这个 很 可惜 讲可惜是 因为人 看似好像拿他没有办法 实际上 过来之后 甚至很多武汉人 都怎么讲呢 比的都是你的 身体的抵抗力 现在讲 更多叫免疫力 词 不一定用的很恰当 但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很对 内在的 这一苦气 就算你身体比较弱 你能运化他 病了 久病成良医 那常在腰罐子里常大的 你经常磨砺它 经常受这些气息的感染 你会 好得很快 会不太在意 那就注意健康了 又开始锻炼学西方的跑步啊 什么 早上免险还好吧 晚上 什么夜跑 夜宵继续吃 健身房 大喜大悲的 实际上中华都是讲练功的 一个静一个动物 连快走都不要你 那都不是太好的事 还有就是经济 我们反复强调 人太看重这些 确实 事后很多经济 影响了很多 但是 反过来 相对来讲 还是健康更重要 这个有机会 我们下一个看 再说一说